模仿一直是贴在中国传统中小企业身上的标签 为了生存 鲁马路决心要撕掉这个标签 但却发现这样做并不容易 技术难 资金难 营销难 知识产权的保护更难 虽然如此之难 但是也挡不住中小企业前进的步伐 所以在这创新的路上 鲁马路并不孤独 好 稍后请看另一家企业的创新故事 一场焦灼的论坛 你卖钱我也卖钱 你卖一文卖一文 这样大家非常散散 一门孤独的雾炮 这是我们的团队吗 四二是四二 这是我们家里的团队 创新路上谁再步步惊心 逆生长之谜 中国财经报道 打开经济问号 海南博敖 2013年 一场主题为坚守创新与超越的中小企业论坛 正在举行 这是博敖亚洲论坛成立十多年以来 第一次专门围绕中小企业设置议题 因为他这个问题 他比较分散 数量很大 那么 他的这些声音 这个上面可能 虽然都知道 但是具体到每个企业 他的困难 谁来帮他 解决他所遇到这些困难 所以我估计他 有时候大概也是很难找到 找到 蒙路 没有很好的渠道 在过去的一年间 人工涨 汇率涨 原料涨 用工慌 私心慌 信心慌 中小企业主被各种压力紧紧包围 大家憋了一肚子话要说 但是在让他的情绪的时候 我想请大家在这上面 给我们的建议 中小企业应该以怎么样的心态 来面对这个环境 这个品牌战略 对顶后这个中小企业 还要注意哪些方面 给中小企业支招的 有央记的掌握人 中国的传绘思维 你看起来我看起来 你卖钱我也卖钱 你卖衣服卖衣服 这样和大家日上三上 所以说同行要抱船去了 同行要互相尊重对方 帮大家一起起来 与卖家福同台的 有一家创新型企业 他们的产品是一种特殊的雾炮 做企业不要太辣 就泛滥做太多 你看到这个好也想做 那个好的也想做 我从企业二十年到现在 我就做一个产品 梁华新的创新产品 据说能够治理城市空气污染的问题 这个卖店打动了各路企业 梁华新迅速成为了会场上 最受关注的人物 论坛结束后 记者赶到了梁华新 位于梅州的企业 大家加快点速度 加快点速度 有个企业 需要我们到现场做个交流 我们这些位去现场做个厨城 大家把车搞得干净一点 给甲方的个好印象 做小企业不好转 今天他们要拜访的是当地一家火电厂 在电厂工作多年 黄凤瑶接触过不少除尘设备 但从没有见过这样的雾炮 你这个能喷得多眼 我们现在这个设备有效射程 能喷到100米 也就是说它喷出去 这个水雾它是有延伸性的 但是在100米的时候 它效果最好 那这个耗水量怎么样 耗水量应该是6到7吨 黄凤瑶选择在粉尘较多的 除霉区测试效果 经过测试 水雾除尘后 除霉区的空气清洁度 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它主要是在对这个启尘点 有效控制 就能把这个尘 把压 刚出来的时候压进去 就不会阳出来的 所以它是从源头上 解决了这个阳尘问题 20年前 梁华新的企业就开始 自主研究喷雾技术 取得60多项国家专利 近几年梁华新发现 城市的雾霾天气 越来越严重 但人们往往只是 关注监测的结果 很少想到 治理粉尘污染的源头 梁华新觉得 自己的产品机会来了 你像农民种果树要使用 种粮食要使用 就是碰雾嘛 但是这种一种小的产品 当我发现市场上 有很多造成无眼的现场 需要治理 我就考虑到 用这种产品来转化 做大 做得更精 我那个参加博会议回来 有那个我接了 有二三十个电话 就是其中这下边 几个电话就比较重要的 一定要你打电话给他的 还有几个客户 进去要过来追法 自城市空气污染问题 越来越受关注 梁华新接到的产品 咨询电话也越来越多 我发现这种产品很特别 他们其他产品我也有很多朋友 什么这个工艺品啊 食品啊都说停下来了 我这反而今年也就是七年 五月份到十月份一段时间 很多一个节奏 克服到我这边了 我感到 反正我感到我的有压力 因为我现在的生产能力啊 还有我们现在的各种结构 可能还有点 还少少差异 这样子 少点讲 这是一个意外情况 发生了 公司现在出现一个 自产钱清钱的问题 我们本来说好要供购了 现在有另外一家产家 访问我们产品 我们现在很头疼 我看看怎么样来出 加码我们到办公室来 来来来来来 老蔡负责公司的法律事务 最近一年 他都在全国各地搭架 维护企业知识产权 现在刚回没中 他本以为能歇一口气 没想到又遇到事了 我们最近呢 那个 有一个采购意向 像广西 清宿港的 有个采购意向 后来呢 我跟进的时候 对方告诉我们 我们的那个产品 已经有竞争对手过去 我说那什么样的竞争对手呢 他说是河南一家 产品性能图片 宣传资料这些 都跟你们公司的一样 所以呢 但是他价格比我们低了很多 哎呦我就觉得很阴闻 马上就上网去搜 结果搜出 我们网站的 所有我们真实现场案例的 那些图片 都被人家 PC以后 用到他们的宣传资料上去 去网站上去 老蔡他们发现 自己企业网站上的案例照片 被竞争对手 直接盗用了 两话星不怕市场竞争 但最怕的 就是这种同行业的山寨 他认为 这也是中小企业 不愿意创新的关键原因 他决定派老蔡继续出去维权 压力太大了 因为整个公司可以说 倾尽全力去投入研发 那个市场扩展部 在不断的开阔市场 那么这方面的付出 让人家这样子 轻而易举就捡了便宜 另外还倒过来 因为产品质量不新 倒过来影响了我们的生意 所以对我来说 真的是这一块的压力 确实是太大了 两话星同时 加快了新产品的研发进度 我们这是加强250米 它就是印象北方一个大的露天框 它堆没几十公里的 一起风的时候 它会产生大量分子 如果用小的 根本就起不了重用 虽然这些新产品技术领先 但价格也不便宜 两话星担心 市场上较好不较缩 这个使用的单位 它使用这种产品 它不会有直接的经济效益 反而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买这种实比 使用的时候还要联系投入 那么会产生一种被动的采购欲望 那么我的愿望就能够得到政府的引导 政府能够更强制的这些无源企业 这个来采取措施 来治理好这个粉尘的蔓延 不是说动不动就关停并转 计划